這個,這個VP是三個隊合體的 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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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哇,外國隊,外國隊天台少年要比中國多 有一句說一句 是的 什麼EG,RTZ,SUMER,那個什麼什麼,反正那些天台少年,要比中國多 這比賽已經開了,IGV打VPVB的先搬先選 VP是搬掉了賞金和拉比克 藍胖黑弓,一手毒狗 外國隊還是喜歡毒狗啊 他們現在毒狗都是1,R對點的,拿了毒狗基本上都會拿破母 毒狗破母,毒狗露娜,毒狗露娜,好吧,前兩手 毒狗露娜的話,毒露娜,露娜是可以打2,可以打4的,可以多變 毒狗露娜搶掉,那對面應該是... 搶露娜 抖露娜 現在還是硬哥絕活 我操,硬哥絕活 ID這手BP還是可以的,拿的比較舒服吧,只能說 是的,是搶了別人的露娜,而是...拿到別人的騎士 但是我想說的是,露娜你斷了別人的,但是露娜這個兇還是有點怕艾瑞達的 嗯,那是 打個團戰,如果艾瑞達多安到你,你就知道有多難打了 這手搶露娜,還是...不知道怎麼說,看吧,看他打得怎麼樣 他不拿破母嗎,一般的話他會拿個4號為破母,但是這一把... 這一把露娜被搶了,他進學都拿了 等一下,快搶螞蟻 他這個搬拉比克和賞金其實是有說法的 拉比克和賞金都有一點間接性的剋螞蟻 一個是偷縮地,一個是有標記 螞蟻都比較怕的兩個英雄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大魚一出來,配合螞蟻打雙剪甲是很厲害的 然後4號為螞蟻... 上次他的螞蟻是配了黑弓,等於說他的螞蟻不配黑弓也能打 黑大魚啊,剪甲啊,雙剪甲 他其實打著打著就是一個河 IGV這邊在考慮,考慮要不要搬螞蟻這個點 其實是可以搬的 火槍手 黑鳥還在好吧 黑鳥是IGV這邊那個中單選手我贏,我贏的絕火服 他最玩的最好靈魂就是黑鳥 黑鳥 如果下... IGV的中單是叫我爺我爺嗎? 是以前我們打CDC的時候見過的那個人嗎? 對對對,就是他,我之前也不知道 後面好像是都D告訴我的 就是我爺我爺 他只是改了一個ID,叫什麽薩卡塔 我就是這薩卡塔哪裏冒出來的 見都沒見過 黑鳥當時我對他的稱呼是 我演我演呀 黑鳥當時他演過你打CDC 好像是演過你,我印象中你吐槽過幾次 你別說還挺難搬的這一手 白蚂蚁呀,變鳥搶了呀 歐帕其實這三個 這個BP說是搬了B神的劍聖 B神的拿手英雄三個 劍聖虛空假面小狗 這是B神的拿手英雄 搬掉了螞蟻,這個螞蟻搬的還是非常不錯的 思考了很久 螞蟻確實要尊重一下好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黑鳥這個點了 看一下對面 先拿還是IGV先把這個點給拿了 看誰先能搶到黑鳥 IGV不可能放黑鳥吧我覺得 他們有個蝙蝠的 如果讓VP拿到黑鳥就是雙光 這蝙蝠怎麼打嘛 聽鳥這個點很重要呀 雙光克先生 這個點被搬了 VP也知道IGV這個黑鳥 我在想一個問題 IGV有沒有可能做出調整 讓B神打C啊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兄弟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嗎 不可能的 打不限時呀這 打打在 訓練時間都不夠的 首先他們不是一個隊的 如果是一個隊 還有那麼一點可能 怎麼都不是一個隊的 怎麼可能臨時換C嘛 都包括了就是 你讓拒絕者去打輔助 你覺得拒絕者打得好 拒絕者打中單呀 那他中單去哪呢 我言我言去打輔助呀 不限時呀 你覺得這個選手很有意見呀龍神 你讓一個中單的去打輔助 有點做報告 如果我是IGV的教練好吧 我可能會這麼做 好 填技賽馬 合理利用 這個醬油拿早了我覺得 因為你看 這時候他們拿了狗之後 這個醬油並不克狗 這醬油拿的比較一般無依 對面肯定是狗的 這個醬油無依是不克狗的 有一個好消息 其實狗的勝率並不高 對 但是你得拿 但是你得拿 但是我記得小組在 救VP的狗贏過吧 但是你得拿剋狗的 但是你得拿剋狗的 最初就剋狗了嘛 剋狗是百分百勝率的 這個蝙蝠單體服侍磨免的空 大術群體服侍磨免的空 這個小狗很難發揮的 呃 還是有那麼一點問題 還是有那麼一點問題 是他們少一個救人的 其實 魚人踩點燈之後 那個人 還是要死啊 4倍秒 4倍秒 來不及啊 來不及 大叔的那個大是來不及救的 啊 4號位 4號位大魚 大樹這個英雄 4號位螞蟻 4號位大魚換著玩 大樹這個英雄 是不是沒上過呀 這個比賽 上過沒有 上過呀 也上過是吧 路子好野呀 上過 我要看到這個4號位大魚怎麼玩的 4號位螞蟻 還挺溜的 4號位大魚也是對呀 線上拉野混個等級 混到個2級左右 感覺就可以遊走了 遊中 控服遊中 繞一圈 絕對也會打呀 現在 最適合IJV的 應該是龍騎士了 看著就紮實 有個龍騎士 躺在前面 我扮了一個火貓 龍騎 是不是扮藍貓好一點啊 是扮藍貓好一點 管不住藍貓的 我覺得藍貓 挺厲害的 火貓也厲害啊 點燈配合DS 只拉打不到 凱門 龍騎士 瞭目 滿不弱的 你蝙蝠拉藍貓 小狗就靠大水果的套 沒那麼好處理 Ali'll va 軌 alde 有龍騎究竟不怕 熟不了藍貓 它只要地 他自己搞得藍貓 好σpecially龍騎 掰 藍貓搶 龍騎 tant 那就有點尷尬了 中單的話 龍騎是防腐鸡 防腐鸡 防腐鸡還不錯 好吧 伐木姬打对面还不错 对面VP这个点没有什么法系爆发 这手伐木姬是可以的 没有法系爆发 只要撑甲就行了 伐木姬可以点 那他选了一个龙旗的话 这个乌依就还可以了 对面龙旗鱼人DS都是近战 打团的时候乌依一个坦坦乐 配合伐木姬的盘子还是挺好用的 是近战 对这一手伐木姬应该是要点出来的 不点就有点业余了 不点的话能点什么呢 不点的话 还是没东西点的呀 肯定是点伐木姬的 不点没东西点的呀 不点就没东西点了 那里我们都上得出来的东西 直接都不肯上木姬 这把伐木姬还是很好发挥的 对面一没有什么法系爆发 二是四进战 他首先对现在是一个无减肥的伐木姬 没有法系爆发 没有沉默 没有法系爆发 没有沉默系的英雄 他打团就是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然后还有大叔的夹甲可以给他夹 所以说这把伐木姬只要夹撑起来 打团的时候 我感觉机会是他绝活好吧 这玩家不可能打得太差 对 很有声音 再是他绝活 两边 两边都有TP出来插眼的选手 还有老苏金 碰到了老苏金碰到了艾瑞达 艾瑞达没有睁眼 看一下 老苏金这个插眼的细节 其实是很细的 他插完假眼之后 他马上双击 把那个背面改成睁眼 这样就 别人就不知道 他的假眼差没差 哇 这都被雕哥发现了 十四战了吧 龙神 我辅助拿着不多 对对对 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 嘻 好吧 插完假眼再切换成睁眼形态 别人就不知道他有几个假眼 别人就不知道他差眼没 这个艾瑞达 他怕他还是把眼翻了 还是被翻了呀 讲道理 他出现在这个位置 就已经僵硬了 被看到了 刚刚准备吹一波雕狗 主要是被看到了 但是细节是这个性格 没错 但是他被看到了就很僵了 对 他细节是这样的 还是细 还是细 小狗被捕好几把恶心 我操 我刚吃完饭 你不说我还不会看 别卡别卡别卡 我下的呀 有点像那个什么 那个 最他妈恶心的 不是那个蜘蛛侦探的 那个视频 他有点像那个背上 那个什么东西 我操 扣了几个洞 好几把恶心 然后砸点东西出来 诶 这边中路是大鱼 大鱼人也可以健身的 我的天 大鱼健身 你控的好就行好吧 大鱼健身 他只要有兵线 什么英雄的 当然在这里 你看这兄弟和那个蓝猫就不同嘛 他会打防补的 他无限控线 他线控的 越来越好 老鼠你来了 老鼠你来了 2-2这个龙旗 卧槽 健身勇将 他先帮 帮对面打一防补 这个龙旗 看他的对线就知道 他厉害 比那个蓝猫厉害很多呀 对 对 要现在换吗 所有门我信又掉了 是哪个队的 多 哪个屌 7-L 这龙旗我操 7-2了 这个龙旗屌呀兄弟 揍了一个刀 我零个眼 好吧 成现在还没开 还没开始打破 我先去换了 我赶紧把它给重进一下 刚才开着迅游的 迅游莫名其妙掉了 搞事呀 妥节奏 本来开一个魔兽 估计只要30秒 我怕就怕 我启动不了 我现在启动一个多套二 我现在 我现在启动一个多套二 我要启动 启动好多次 我 我旋游已经开好了 让我一次进吧 我现在多套二要启动好多次 哎呦又没启动成功 哎呦又没启动成功 我启动好多次 又弹掉了 就这样我 他妈的要启动十次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的就变这样了 那我这次进去吧 又弹出来了他妈的 有屌大的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Steam开了重推没用 就是重启都是这样现在 这次有点像能进去了 哎呦很关键很关键 我操 我操 好 诶 没出一血 可以可以 不会 卧槽 太欺人 DX赶了过来 加了一个套 但是蝙蝠也在 打了一角大树 想拼 想一换一 想一换一 卧槽 老树金先死了 他好赚啊 他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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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四号位 一个打三个 还先拿了一血 关键算呀 下路好吧 下路把对面扯住了 BP不了 这个塔要没了 这边还是大树赶了过来 没用了呀 这个塔 还不车 塔要守啊 有大树 你掉血没关系 你只要守住 我就可以慢慢的加回来 是的 是的 大树的阵容必须得守塔 好吧 天灰上塔 正受到攻击 发木机 龙骑这边也是摩平了 还买了一个大摩棒 这个龙骑是无解肥龙骑 哎 下路这边是大鱼 有一点想法 但是他们有正眼粉啊 没这眼粉好能杀大树呀 没这眼粉好能杀大树呀 这个塔 你们守一塔 呃 有危险 需要再来一个人好吧 不来人的话有危险 哎 这边独狗也是过来插眼 肯定是被IG的这个眼看见了 对 眼位全被看见了 但是没人来反 很奇怪 听命的奶 这个小狗看着也很头痛啊 拍两八道就被拿了 大树的塔就得一口气拿下 不是一口气拿下一下就来买 中路 中路我看发木七他没补到我们 他是有好多不该露的刀他都露了 被龙骑喷了一口火 减二十点攻击力 他就只有三十多点攻 好多刀他补不到 好一小他补到 对啊 他只有三十多点攻被喷过火 这边 无依 一个坦坦 坦坦乐 没攻击到 连核拉住 哦 这是大鱼 还有一个轮盘 看一下这个轮盘 这轮盘哪都没忙到位 漂亮 完美封龙期的路 这边下路效果也是机啊 就是拿不了对的塔 现在经济列表 全场经济最高的是拒绝者的露娜 露娜的话非常的肥 现野双收 7分钟57个补刀 这个补刀比小狗直接多了13个 同样都是空补 现野双收 下属小狗拍这个塔的血量越拍越多 对 这个塔没有队友 他一个人是拿不掉的 中路有说法 独狗在绕 防目击非常的危险 这一波 看一下能不能杀 龙期先手运 大鱼结残 独狗诅 直接秒掉 这一波四人应该是没有办法活了 也是被打回来一波 也是开始逼中塔 拉里波龙期自己也被抓了一波 这一波 IGV师无一过来插了一个眼睛 应该是要守的 这个塔没流放 中塔要来很多人啊 不然守不了 都得来 一个都守不了 一个我都感觉守不住 露娜有踢吗 露娜有踢 防目击火了也能赶过来 这也没看到了 相当的尴尬 刚好插在真眼下面 这边也烦呀 这个塔吃不了 这边一看这个大叔也点得好啊 这个大叔可以无限修塔 诶 这边小狗一个W点了蝙蝠 蝙蝠开火 但是没有莫拉 还在追 这肯定死不了 他就是逼你一下 把你打没状态打回家 然后他才可以逼塔 这个大叔拿得好啊 中下两路塔一直在修 一直在修 没有这个大叔 中下两路塔我感觉都没了 很关键 我觉得大叔最关键的是 他前面节奏去中路没帮到什么忙 他主要是去下路吃那波经验了 让他节奏变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眼为什么没反掉啊 呃 没时间反 没空 我觉得 看着差的呀 他一个眼看着狗狗进去出来少了个眼 阿比赛里不可能没时间翻眼的 眼肯定是在第一时间拍的 但是也肯定 但是也肯定看见了好吧 你没道理说我没看见二瑞达 他独狗带着眼冲进去 然后冲出来少了个眼 这个肯定看见了 那就是不应该呀 南少哥应该踢过去翻眼 大叔没眼 我觉得不可能说没看见的 一个人从这里走过去是很敏感的一个位置 你肯定是排第一位的 只要知道的话 什么事都要放下 因为打比赛讲就是一个信息的控制 不觉得好腿 不觉得假腿单刀 对 因为这一把有 这个服装我很欣赏 他假腿单刀刷得快 刷得快 刷得快 而且做到人就早 对 他是有 他这样的话可以更早 应该是如果出分身吧 就是早点出分身 分身是刷得最快的道具了 对于露娜来说 他主要跑得快 现眼双收 刷得特别快 你看他现在9分钟 9分40秒就有90个古道 学一下 现眼双收 以后我也这么出 但是要买一个吸血面具 支配头会倒是不用 买个900的吸血面具 这样刷得更熟 他是不是有老树可以 老树窝地帮他回点血 是不是可以不用啊 那也有这个说法 如果老树窝地一直给他加血的话 对啊 他有老树窝地 慢慢地在他血量不足的时候 给他继续补给 他就把这个900块也给省了 有道理 别的装备就出得更快了 有道理 我们打路人出个支配 我们打路人出个支配 没毛病 出个吸血面具就没毛病 但打比赛 有这样强力的队友 让这个出装更加的科学 合理化 刷得快很重要 好吧 这个游戏 他现在是9分43秒 刷了90个道 我上次看CTY的露娜是怎么刷的 跑鞋直接裸蛋刀 再出个飞鞋 这个移速整个爆炸 到处刷 跑来跑去 刷钱肯定要看CTY呀 CTY这个B真是能刷 独牛刷好吧 外号叫独牛刷 独牛刷 独牛刷 敌法出那个振奋宝石的是吧 敌法直接出振奋宝石刷加攻速 敌法 敌法可以挂这个宝石出强袭 我就上次有个兵 叫我一套出装 那你是分身之后再出这些呀 他是直接一个狂战之后 来了一个振奋宝石刷 这个外边是网络状况出问题了吗 可以看一下经济啊这个时候 VP的经济领先600并不多 经验的话IG是领先1000 现在就是双方都肥嘛 两边都还行 就看那波架怎么打了 就是5开现在 拿到装备的关键装备 看两边的节奏点吧还是 一个是蝙蝠的跳刀 一个是大鱼的跳刀 两边的节奏点 还是大鱼的跳刀 应该不会太快 这把蝙蝠还是比较肥的 蝙蝠有基础装 然后杀了人 现在还有656块钱 这把蝙蝠很肥 他不会出战谷吧 出战谷他的跳刀就必须有大鱼的 这把我觉得 他肯定是战谷呀 他户完都买了他不出战谷 他户完都买了他不出战谷 可以拖第二剑上备的 下路这个塔大树真是 拖了好久啊 我看这血量 但是龙骑来了之后 这个塔就折不了了 没办法了 这一波没办法折了 对 这个塔就是要三个人拿 两个人是拿不了的 那是龙骑是过来直接开变龙 那有可能二塔他们要搞一下的 二塔 BB人嘛 上路这边 IG也是破掉一个防火塔 放了这兄弟怎么走了 他是踢到 中路继续打钱 但是这个龙开的没必要 眼下路就碰了一口 诶 这边IGV开悟了 看一下 这一波是大哥露娜带队 呃 这好像是眼下开悟吗 呃 你说的没错 就是眼下开悟 眼下开悟呀 就是眼下开悟 这怎么可能抓得到人呢 这一波就是眼下开悟 这龙骑还在这里打野 没看见吗 还是在卖啊 不可能没看见呀兄弟 这么大的三个人 突然在眼下不见了 你看雷达 看雷达不怎么怕一样呀 他不怕 怕了怕了怕了 他雷达少了 你没发现他少了个雷达吗 这边IGV爆团拿中 有点不敢乱冲塔 有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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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伐木机盯一下兵啊 这伐木机不顶兵的 他两级被动 他被动太低了 他被动太低了 对对对 他被动 他两欧来了 不让 这个加点不太科学 他要四级被动 他扛着都不掉血了 他想打爆发 诶 这边开悟了 VP VP开悟的话 VP就不要打 谁先手呢 龙齐没有先手点 龙齐没龙 龙齐没龙 IGV这边好像是撤了 龙齐没龙 不用怕呀 我觉得IGV现在不用怕 大事有大的 大什么 打 而且VP很关键一个点就是 DS现在没可没拿到 龙齐没龙的时候没打 现在马上龙齐有龙了 已经不好打 已经有龙了 有龙也好打 我跟你说 只要是塔前 在自己塔前打 一样好打 巫医这个谈谈论很可对面的 龙齐没啃到位了 感觉IGV打算是怂了一点 也跟伐木机的加点有关 伐木机如果四级被动扛上去 他是满级被动 他肯定敢扛塔呀 现在他这个被动很尴尬了 他突出高 但是不乱扛 不乱扛容易被秒 这把伐木机还是早点要点满 因为对面才有无理 我感觉打对面都是物理DPS 肯定是阻杀好 我是觉得他的输出不差这两级钩 他两级钩四级钩 也没那么大的差距 对面都是物理DPS 主要的还是他的被动 被动四级被动抗塔不掉血的 人编蝙蝠是更新的战股 大鱼的存款 看一下 撕波 还在买真眼 他也是买了很小剑 保证续航没有第一时间出跳 想在打的时候能多踩出几脚来 这边龙骑在逼上塔 那这一波这上塔IGP是应该要掉了 来不及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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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换个中的话 来不及上去了 这一波来不及上去 换中也不一定来得及 看一下吧 这波只能换中 换中的话小狗在中 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 来得及来得及 对面 但是这边开悟过来想打 看一下这一波有塔帮吗 拿了可以走了 拿完走 拿完走 龙骑再不踢 再不踢他就不能踢外塔了 往下靠 往下靠 找蝙蝠去 哎 这个也就不应该打了呀兄弟 还好 没有没有打开 这样的话他们不能去下了 他们要守自己的中塔 看上去一批 对于换塔还蛮乐于接受的呀 跟大树换塔 跟换处打起来 不是他想打就能打的呀 跟大树换塔大树亏呀 对呀跟大树换塔大树亏 他不换塔他永远拿不了塔 对大树是不想掉他的 大树阵容要守他的 来这边IGV也是五个人赶到了中路 VP也是五个 龙骑这波看他的一个幻象 但是他好像又没龙了 那这一波他们也是应该不打了 龙骑出了个B伤 各个阵容我说句心里话 IGV现在是强势器 没跟别人打 Luna分身辅 远古这边两波 远古团的并不多 现在是IGV的强势器 没开到 没开到Luna 那这样的话 Luna带现 他们要打下这波 这波打下 这波就是不开的 来这边应的来直接开火 我觉得这段时间VP真的利用的很到位啊 该刷的刷 该换塔的换塔 把IGV的强势器 好吧 VP在不停的避战 对啊 我觉得IGV应该打凶一点 他们大域没跳就不厉害 大域没跳 VP打架没那么厉害 没线索呀 应的VP这边刷起来了 IGV并不好打了 我是觉得 VP一直在避战 中路又来了 中路又来了 这边大树隐身 鱼人绕后 鱼人有针眼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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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開了5-5但是沒有打起來 我踢著一手彈了就 還好還好這邊蝙蝠馬上就跳了 他們開了兩波5沒打起來 這邊再補一個魔龍槍 其實剛才IGV那個上塔應該守 推完中塔他們全都踢上去 可以守上塔 然後大叔再慢慢都加回來就行 應該守 不然真的是進入VP節奏 VP這邊大魚在補跳 龍騎在刷弦小狗在刷弦DS在刷弦 他們的刷弦點比IGV多馬上就跳了 這一步有辦法抓一次大魚啊 我們看一下鷹子蘭 能不能抓一次大魚非常的關鍵 沒跳刀呀 還有個艾瑞達在蹲 這不可能把大魚拉得到呀 他開腳就走了 大叔隱身 但是好像是看見了 你別說有這個隱身還真能抓到 但是 但是別人不蠢呀 唯有一個好消息啊 就是露娜一直是無解肥 我覺得這個時候蝙蝠就把爪子給賣了呀 就跳了呀 爪子現在沒用了 搶節奏這個時候需要搶節奏 想到了的話這個戰骨是出的不太應該的 這個陣容需要他打先手 他應該早早地把跳刀做出來 他主要是怕他吃了跳刀 然後打團跳進去被別人關注了 哎這邊印子蘭斯摸到了一個遠骨 趕緊買了個跳刀 還有一個問題 我發現VP的視野要比IGV的視野好很多 兄弟 就說這個肉山邊上這個眼 一直沒反掉 我就感覺 視野方面是 就是肉山高台的那個嗎 對吧 對對對 IGV這把在視野上面 該反的也沒反就很個硬了 看著別人插的 他就沒有怎麼反演 就是那種逼迫強迫性的去反演 他就是叉叉假演 保證自己的視野 沒有那種 滿地圖掃演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這邊IGV沒屋了嗎 我覺得他搞了呀 你別等小狗吧 暧昧出再去 現在很尷尬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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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們霧開完了 沒有霧 蝙蝠剛出跳的時候 一個霧都沒有了 這好尷尬 而且對面的視野好 知道你人在哪 對眼 這不是看著疫情阿楚 這就很尷尬了呀 沒有霧 對面想打就打 對面想打了 對面想打了 這波 大魚跳刀 這波 看老樹精 看老樹精的反手 對波 老樹精好像被看見了 看見了 蝙蝠貪窩貪到了 大魚太大了 大魚太大了 有機會 殘住 殘住五個 這邊蝙蝠有大 龍騎 蝙蝠一個拉牆 大叔直接陣亡 這個附近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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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貪到了 龍騎被打殘了 龍騎 一發地面 漂亮 太關鍵了 這邊蝙蝠還在追 還能疊油 還能疊油 毒哥 毒哥 死了 七層油 漂亮 這一波大魚 立大功了 空踩 踩到大叔 這一波大魚沒有踩到大叔 被大叔反大五個 對 前GP的位置好 疫情好 對面 先手也沒打到人 龍騎士王沒道 龍騎士王沒道 主要這大叔殘了五個 所有的人都被拉住了 這個大魚如果踩到大叔 他那個小狗好像是 掉下來一秒鐘就變黑了 大叔一個大剛好就盯住他了 對對對 這個小魚 他變黑應該是能解大叔的那個大的 大大的 對對對可以解的 他還是細節 他手太快了 我操 有時候手快也不一定是好事啊 他沒太注意 細節沒有能不能 最主要是這個大魚沒有踩到大叔 他沒有戲 忙跳踩 沒有踩到大叔 這才是最關鍵的 裝他媽 這個就叫裝他媽最了 太自信了 說白了一 說白了就是太自信了 他可以按一下 他還是踩到大叔IGV這一波 可能要滅的 要滅的 要滅的 肯定要滅 小狗頂上去的 小狗能打輸出的 剛才大叔是打五個 所有人都在掛機 剛才那個陣型最主要的還是 好吧 渦蒂跟Luna 那個陣型太舒服了 渦蒂完美大 渦蒂一個C 一個大一甩 Luna站在邊上一分身一開 一個大一甩 渦蒂剛才 而且蝙蝠的燒也是全程在燒的 因為五個人被綁住 全程在燒 所以拉滿了速出已經 看打完這波團好吧 經濟領先了3K5了 你也是3K 但是我有一種感覺 我就覺得這波團在IGV 是打了對面一個一換五 沒有幹事情 一沒有推塔 二沒有打肉 可以了呀 可以了兩個團 推了一個中塔嗎 推了一個中塔嗎 推了一個中塔 推了一個中塔 推了一個中塔打也可以 我是覺得打了一波一換五 這一波 對面還有得打 但是我感覺如果 剛才IGV被滅了的話 就給滅了這樣子 這把拒絕者出裝真的很科學 我覺得這把拒絕者出裝真的很科學 他是直接蝴蝶 因為對面全物理 已經被摧毀 來了這邊想嘗試一波推高 或者說是把人先逼回來 我感覺就大肆的位置一定要好 一定要打到一個防守 上高不要上吧 把人逼回來就夠了 要走了 沒打沒打 逼一下逼一下 不可能打的 這個高地是不可能上的 上波拉塔也推不了 只能想辦法再打破團戰 然後空盾 越是刷得快呀 是的 這個露娜是無敵飛的 又吞了一波遠骨 下路有一雙倍 22分鐘 200個刀 差野 點得更好 極關鍵的視野 他現在需要蝴蝶加BKB 這個露娜就無敵了 蝴蝶 可以蝴蝶BKB 再出個砸蛋 想嘗試一波打盾嗎 有雙倍 沒發現不吃BKB的吧 我給我吃個冰野鴨 冰野鴨 冰野鴨 冰野蝴蝶 冰野蝴蝶 一萬四個露娜 400攻打得非常的快 但是對面開悟 對面要來了 這一波露娜雙倍 露娜有蝴蝶 蝴蝶雙倍 一千七的血 還是很久撞的 看到了看到了 退手 露娜到了 用一個幻想去騙 好髒啊 22分鐘露娜蝴蝶金箍棒 蝴蝶分身斧魔龍槍 無解肥中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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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團這邊有DS的 但是現在這個露娜 要被踩到的話 套子燙的還是很痛 現在露娜就怕一手 打波神社被拉到高地上 放個牆 自己把自己打死 他一定要小心 第二次強的幻想 和毒狗的這一手幻想 這兩個幻想拉出來 也能拉很多輸出的 這邊幻想關了一下 卡住了 卡位了 如果吸的人 應該能感覺到 這邊毒狗貪污 第一套沒有打死 打了個半血 對 大魚接踩 被打爆抓牌了 半秒多就死了 完了 這裡 被打了個爆炸團 拉牆 這一套 這盾也沒了呀 拉牆接踩 這裡是被DS先手了 這就很尷尬了 沒有露娜的團 IGB敢接嗎 蝙蝠也沒火 防目擊過來騷擾 手蝠也打亮 手蝠也打亮 這個導幹好像能把大魚彈上來 沒他們都知道他們在這邊的 因為幻想不停地往這邊走 他卡到幻想位了 主要也是沒有視野 主要也是沒有視野 IGB知道他們在那裡的 沒有視野很尷尬這裡 看不見人 被對面打了天手 這個大魚你們彈上來 沒有彈上來 沒有彈上來 還是要BKB呀這個露娜 這露娜沒有BKB 太容易被秒了 一拉牆就沒了 太脆了 他要像剛才那種陣型 躲在後面能輸出 那他這個裝備就屌了 但是他如果抽了太前了 被控到了 他還是非常危險的 畢竟就一千多血 其實我想到一個問題啊 這個LUNA他把屬性堆的這麼高 其實會給DS和艾瑞達如果關到他 增加很多輸出 他這種LUNA如果被艾瑞達關到 被DS的牆 不知道 對面的輸出也是很恐怖的 這個我之前就說了嘛 所以他要BKB呀這一把 還是要要處理呀這個道具 所以他要BKB呀 不能去B你呀 剛才那個拉牆瞬間就死了 死了好快 他出這個蝴蝶就很需要 他打架的時候需要走欸 不能像剛才那樣 跟前排跟那個走一起 就像瘋哥一樣 開啟蝴蝶擊風步 要切入要打切入的 不是那種走第一個的 走第一個他一定會被牽手 要伐木機去吃技能 要伐木機去賣 他現在這樣他這個BKB有點難刷了 沒空間了 還差三千塊 對面的鴨子 對面不給你空間呀 他就手一點他卡的兵 現在IG好像被打破了呀 都不敢上了 一波團IGP剛才是死了兩個 那一波團IGP是打了一波一換五 這邊就打了一波零換二 這他媽B的感覺 這兩波團打出來的效果 就完全不一樣了 對對對真的真的 打那個零換五總感覺少了點什麼 打一波零換五的團面 總感覺你媽媽局勢沒那麼舒服 但是這邊被打了一波零換二 就被壓著打了 龍神說到我心砍上面了呀 那波一換五總感覺少了點什麼 為什麼打了一換五 我覺得優勢並沒有擴大 一般的多打一換五的團戰對吧 你基本上是一邊倒了 打了一波一換五 就感覺優勢沒有擴大的樣子 誒剛才他們還送了個肉沙 我們先帶盾你知道吧 好吧 這小哥帶盾了肯定 下一波團戰需要露娜的BPB和伐木機的 和伐木機的希望 其實我總結了一下最關鍵的一個點 還是在VP沒有成型的時候沒有打他們 現在VP這個陣容成型了 他們這樣成型就能力 這個寶石也很關鍵啊 排排視野這一把整場VP的視野實在是太好了 其實成型了也還能打的 但是要小心 成型了還是可以打的 這個 只要這個陣容只要露娜肥起來 他有機會逆天 因為有大叔可以保他 有機會逆天的 大叔就躲在露娜邊上 過來切露娜放個大定一手 就很關鍵了 大叔一定要保護露娜 伐木機去衝陣型 然後大叔保護露娜 但是這個露娜必須得 必須得保持這個經濟啊 不能說被壓制 現在只要能刷 IGB就能打 如果說你刷不了錢就很難受了 我跟你說這種敵機強隊 你只要讓他視野好了 基本上 八九布里斯你的走位 你的意圖 你想推哪個塔 你在幹什麼 八九布里斯都能給你讀出來 所以說視野 還是非常重要的 要多注意 是的 你看VT前面拉扯 打那麼好 跟他們的視野 絕對是有關係的呀 是的 他知道你要推中塔 他就去上了 你去推下塔 他就去推中了 他就無限牽制你 避開你 哪怕你開了霧 他都知道你在哪 因為他視野 知道你這個地方沒有人 你開露了 這個地圖就這麼大呀 兄弟 現在露娜手下路了 包括上路那波是眼下開屋 繞到中路對吧 對 那個屋也是浪費了 浪費了 浪費了 浪費了好的屋 就IGV之前的屋 開完了沒有抓到屋 馬上可以更新BKB 防護機也是差一千五多數西瓦 我覺得這個BKB跟西瓦更新之後 對面盾剛好到 可以打 可以打 最強一波 這是IGV的最強一波 可以打 冰神這邊能跟一個推推 再看一下這邊 毒狗 毒狗 這是在做A仗嗎 誒 又是一個眼下插眼 容奇買了一個 振奮寶石 要做強襲 DS 跳到梅肯 這個毒狗為什麼出A仗啊 大魚也是跳到推推了 小狗這邊 已經是毒狗推仗 大不到IGV什麼人 露娜並不怕命 他以太致敬 推推放這種道具 都要好用很多啊 露娜BKB了 誒 這個小狗為什麼買單子啊 分身符 分身符 解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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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分身符 盾剛好到 極致的呀 一定要想辦法 你不出分身符 你也得出個BKB 他BKB太強了 BKB小狗好強 臉還好氣勢 我跟你說 龍騎也是更新了強騎 這邊經濟機還是5-5開啟 好吧 現在兩邊都有一戰之力 看一下團戰誰打先手了 先手這個問題 這邊伐木機還差一千多西瓦 但是兩邊感覺要打起來了 這邊VP是不是要開誤了 看一下有沒有誤 沒誤 VP不會開誤 沒誤 沒誤 對很慌 他們很慌 IGV也有點慌慌的 也有點慌慌的 VP就抱著團 抱著團打 他們不敢分散 分散的話會被蝙蝠抓 他們只能抱團 LUNA LUNA只要 只要能讓這個LUNA打出輸出好不好 這邊 很恐怖 想打 VP想打 拒絕者這個B還是能刷呀 我操 9000分的人能不能刷嗎 上9000分的選手都是能刷的 我覺得IGV得做一個好點的打架視野 跟他接這一波團 想辦法去上路野區去做個演 大樹大樹去做個演 在眼下開波團 其實IGV這邊做視野是要比VP好做的 他們沒保持呀 而且他們沒保持 對面沒保持 他們有隱身大樹 做個塔前眼 看情況打線索了 對 做個眼鏡 做塔前眼 這個視野一做就可以打起來了 就是別被他那個DS大魚打出CAMP了 美龍騎變龍了 蝙蝠開火 賭口沒關 不捨管也沒 DS 蝙蝠 蝙蝠這個機會 能不能秒掉 輸出差一點點 龍騎大樹的兵器 沒死 大樹直接被秒 拒絕者也是頂出了BKP 防目機也沒有死 還在追 龍騎沒死太尷尬了呀 龍騎沒死太尷尬了呀 沒有追一下 沒有追到 回頭一個C 然後拍掉了 露娜 回頭打蝙蝠 蝙蝙蝠也推一手 如果 那DS是不是好一點打團啊 我感覺 那DS 我覺得這個 他回不來他回不來 真的嫌疑是有問題的 秒掉龍騎 感覺剛才那一波 還是要被這樣對著打呀 秒掉龍騎能打贏 秒掉龍騎肯定能打贏 肯定能打贏 能打贏 剛才龍騎 剛才龍騎打DX DX拉強爾門 他的團隊裝飾 他拉不了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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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DX是靠蘇靈的 拉DX會被龍騎變身暈的 他沒有BKB 他如果有BKB 他可以拉DX 剛才是技能有 最關鍵是沒秒掉龍騎 秒掉龍騎 剛才是有技能空了 有什麼技能空了 你說一下鳳哥 你沒看到 好像是盤子空了 還是 反正有技能空了 我沒仔細注意 一定是有技能空了 作為一個解說 這個時候 你看到了東西 你要敢說呀鳳哥 好像是我 那一瞬間 我也沒太注意 反正我看到有技能空了 不知道什麼技能 但是如果把龍騎秒了 肯定能打贏 秒龍騎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 龍騎作為一堵牆 在前面你不秒他 他輸出也爆炸 我以為秒掉了 結果 空血開出來了 看一下看一下 空血開了BKB 切了B章 這個B系列很好 很好 空血又 又是BKB 又是B章 秀得飛起 我在後面在DX加個大梅肯 其實剛才那一波團 可以說VP是一個 是是是盤子被打到 盤子沒打到完美輸出 打還是打到了 但是沒打到完美輸出 直接直接飛到那個龍騎身上死了 他是第一個盤子是撞到了 然後沒有停留在他身上 欸他DK堂子 只 哦對對就是你這說的 他沒停在他身上嗎 呼了一下 停在身上B死 他也急啊 蝙蝠 關鍵是蝙蝠這種英雄有推推的 他會推一下 這個盤子也沒那麼好打 你 確實沒那麼好打 因為蝙蝠開了虎推推 要往後面拉 他不可能站著互動 他慢了 他那個時間就結束了 還是能 沒那麼好打盤子 你不能 這一波就怪一個盤子 可以理解的其實 雖然說是有失誤 但是這種失誤 有時候 也沒有那麼大 那麼近 但是 IV這邊是停了一個車 停了一個車在裡面 我吵這什麼情況 出bug了 這個眼上面有個大魚的武器 你們他媽看回放肯定出bug 關鍵是我沒有看回放 我沒看回放也出bug了 我吵 你看到什麼虎哥 難道是說這個眼就有這麼屌 難道這個眼就有這麼屌嗎 哪個眼 這好霸氣啊 這眼就有這麼屌應該 這眼就有這麼屌應該 哪個眼哪個眼 我怎麼沒看到 就在那個 這門第二路高地怎麼守 龍騎更加肉了 購買了一個3000的大幅頭 要打的話我建議 還是想辦法秒龍騎 是的 因為龍騎是必當龍騎嘛 必當龍騎比較好秒 我覺得龍騎這個英雄 是打團必秒的英雄 像八叔叔經常會喊 打龍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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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英雄你不秒他 他16級的冰龍群體減速 配合DS拉強輸出 爆炸 有暈有空 有暈有輸出 不要是露娜她裝備好 但是她其實沒打什麼輸出的 她打著打著就往後跑了 她打著打著就要往後跑了 很尷尬的 現在的問題龍騎越來越肉了 她下一件龍騎 有點秒不了她了 有龍騎秒不了 這就很尷尬 有龍騎肯定秒不了 輸出不夠 龍騎這堵牆如果扛在前面秒不了 那IG為基本上是贏不了團 我感覺 基本上打不過 出了龍騎之後就比較難打了 地圖強呀這個兄弟 小狗也快金箍棒了呀 小狗這個金箍棒做出來 露娜也挺難受的呀 直接小狗就衝她臉了 伐木機又補了一個甲 雙甲 這一板還是需要打贏團的話 需要伐木機去衝真心 不能讓對面不能 好像這個眼就是這麼屌呀 這什麼眼啊 欸 哪個地方的眼 十幾款式 不是不是我這個就不是 我這個就不是 就這裡一個是 你們是Bug了是Bug了 我看著他眼圈是正常的 死Bug了是Bug了 死Bug了是Bug了 那有那麼屌的眼圈 做Bug了 欸這裡面又不是 來這邊YP十幾個打盾 這一波看一下 這一波看一下 這波的關鍵 是RG的機會 B神組織到了三個 這個組織是下拓 綿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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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火他不想上 沒火他不想上 沒火上不了 不是不想上 沒火上去了怎麼回來啊 沒火上去就死了兄弟 沒火上去就死了 沒火他上不去 他上去拉了人 他拖回來啊 要是有火 組織三個打起來還是不錯的 他有BKB 我感覺他先手DS啊 別幹龍騎了 龍騎輸出又不高 直接把DS秒了 龍騎現在秒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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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幹不幹龍騎的問題 現在是幹龍騎也不一定幹得死了 兩千八百血 秒DS可以的 DS秒掉打團 不秒DS 贏團只可能秒DS 秒DS打團可以打 其他都不太現實 是要秒DS現在 現在秒不了龍騎了 沒辦法了 但是DS躲得很後面呢 但是IGB這個眼應該是看到了 大戰移速機發 龍騎停滑在前面 這邊也是伐木機 停在前面 被空了 要不要伐木機 一個墊甲 推了一手 被拒絕了 這邊被蝙蝠拉到了龍騎 龍騎 龍騎在打輸出 龍騎在這邊小狗無限前 龍騎也都卡不住 龍騎直接被頂死了 大叔也是在後排被擊殺 龍騎那是可運 拒絕了伐木機 小狗趕了過來 一連排 大魚踩到兩個 沒勾出來 唉呦雪崩 雪崩打不過 這個勾沒勾出來 蝙蝠的寶石也加 這個龍騎厲害喔 看了他的操作 好厲害 打螃蟎不可能拉龍騎的 拉誰都不可能拉龍騎 但是他拉不到別人 說句實話 他拉不到他看不到其他人 說句心底話 一個龍騎頂在前面 如果你不拉他 他就打你 那他只能拉 我感覺剛才制服他小狗 肯定是 那小狗也瞄不了 你讓小狗叔叔呀 讓我來打叔叔呀 把小狗血打下去呀 因為小狗看不免的 小狗看不免的 小狗沒沒免的 當初開圖的大招 也是兩下被拍死 那這樣的話 IGV給隊了 給隊了 給隊了 真到負VP這個陣容成型 IGV太難打了 前期IGV打鬆一點 把優勢擴大 沒有這麼難打 我覺得這把 兩個問題吧 一個是 其實蝙蝠沒有速跳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一把 如果防目擊打肥的話 是可以成怪物充陣型的 但由於這一把蝙蝠前期沒有出跳 他們沒有打架 沒有打架 這防目擊只能慢慢刷 這個英雄 其實打對面陣容 如果靠打架肥的話 很厲害的 防目擊 這把防目擊基本上 沒發揮作用 就0-4 防目擊1的話 沒有看得出來 他 他其實很克對面 沒有看得出來 他是一個吃了中單支援的 對 因為這一把沒有打架 你知道嗎 沒有打架 他沒有打架 沒看見防目擊打團 打出什麼輸出呀 對面裝備都起來了之後 他這個裝備就比較一般了 如果前期大家裝備都很差的情況下 蝙蝠有跳先手打起來 這防目擊是很厲害的 其實因為對面全是物力 這把7-3挺好有機會贏的 對吧 說句實話 是不難打 對吧 陣容上來說 陣容上來說 IGV是不吃虧的 絕對不吃虧 你看防目擊打的輸出太低了 你看一下吧 一萬二 一萬二的輸出 不夠的 蝙蝠都打了一位 蝙蝠都打了一位 一萬二的輸出 一萬二真不夠 感覺有點沒放開好吧 束手束腳的 不夠兇 不夠兇 說白了就是不夠兇 上個廁所 拉脫屎 講個遍 而且我感覺蝴蝶這個道具 真的有點梗壓力 你在什麼時候出 真的是沒學問 什麼關鍵點出 這把露娜蝴蝶肯定要出 但是BKB也是必備的 我感覺他的優先機 應該在BKB的後面 他可以出一個 當時他其實最強的裝備 是一個1700還是1800的閃避 然後配個BKB 對 比蝴蝶厲害 蝴蝶這個道具 真的有點學問好吧 蝴蝶出了還是要說 或者說你打團站位很好 躲在後面打 把目擊去抽 那還可以 他剛才是 就是 跟人在一起之後 被DX拉了順秒 他要是出了蝴蝶 再贏一波團 我感覺這把就是勝死了 就贏了已經 結果出了蝴蝶後 那波團被滅了